約 約 寫的不大 不大 優略 扁 那就寫小吧 在行書裡面 如果把字寫小 也是要學的 很多人都把字 越學越大 而 就是輕盈的 剛好跟那個是對比式 輕盈 靈動 靈動的感覺 有 有 是上下拉長 它的 造型其實偏長 有 抵 這種是最難寫 好多筆畫 然後又很密 它這裡又不刻意不寫大 所以覺得中間的縫隙 要寫得很輕盈 脈絡又要清楚 又不能覺得亂寫 要細如法師 又不能細到斷掉 我們家這都細如法師啊 毒 魚 這是清零方 折 折 折 這裡面比較重的喔 有時候它的重量感 特別明顯的時候 你要趁這個機會表現喔 這時候這一片就活起來了 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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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mbberg 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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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它塑花不長 這個畫好細喔 人,人撇不出風,再繞回來 那場 絲,絲在這一行裡面算是比較寬啊,比較鬆的字 如果每個字都寫得很緊 很小的話,這個字就不開闊,每個字都寫得很大的話,就覺得很野 所以要適時的配一些大大小小的字在裡面 這個字雖然比較大,但是比較細 剛才的絲是方正,這時候就配上一個靈動的 這樣字才會變化 最後他印擊一個絲啊,那這個絲因為是印擊的 所以就不能寫太大 可以發現旁邊那個筋啊,他也確實沒有地方可以伸縮了 所以他直接縱暗帶一下就好了 然後,那個筋啊,他也確實沒有地方可以伸縮了 在這裡 然後,那個筋啊 但是,那個筋啊 就算了 但是,那個筋啊 那這個筋啊 就算了